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显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做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主作,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 作者用生动的门椅表述了深邃的学术见解。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时。 第四章,经济改革的组织准备。 第四节,改革者掌握了最高权力。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造就了深厚的组织基础。 现在,邓小平有条件重新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了。 这时候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 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位置的时候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亦宣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职务。 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被解除的。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领导机构做了一个重大改变, 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日常工作机构。 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 这是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 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进入常委的还有赵紫阳。 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 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做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赵紫阳还是河南省华县一个小地主家庭的两岁婴儿, 但是他有机会很早就接触了革命, 13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又到开封武昌求学。 1938年,继抗尔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 19岁的赵紫阳担任了中共华县的县委书记。 1939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明县出席直南预备地委干部工作会议, 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 1945年晚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 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 并且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围内推广。 当时邓小平是禁忌鲁豫中央局书记, 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第一次交往。 1947年, 赵曾经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 同百区党委任副书记。 建国初期, 赵紫阳任南洋地委书记, 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 这小小的一步经过了十年的历程。 1951年4月, 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 开始了新的生涯。 1965年, 经过15年的奋斗, 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秘书长, 不久以后改为办公厅秘书长, 一步一步地升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在这期间, 他开始是在叶剑英的部下, 后来是陶柱的部下。 陶柱原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65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期间, 广东省委像其他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 但由于陶柱是中央文革的顾问, 广东省委还在坚持工作。 1967年1月, 陶柱被打倒, 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 赵紫阳就受到了更多的批判。 1967年5月5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人实行监护, 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 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改毁的走资派, 后来因为他没有死不改毁, 才成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1971年4月, 赵紫阳被解除监护, 调到内蒙担任党委书记。 当时内蒙第一书记是犹太中, 赵紫阳是第五把手, 分管农牧生产。 第二年3月又奉调回广东, 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回约陆京北京时, 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在场的由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孔时全。 周恩来明确指出, 赵紫阳回广东后主要负责党的工作, 丁是林彪的老部下, 后来在林彪事件中有严重错误。 赵回广东后, 丁盛没有让他管党的工作, 而是让他分管了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在这期间, 赵紫阳很谨慎, 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 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 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 赵紫阳被选为中央委员,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4年4月, 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广东军区政委, 这时广东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将军。 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 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 揭发批判的重点是黄永胜, 黄是林彪的死党, 长期担任广州军区的司令员, 在广东很有影响。 1975年10月, 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 调赵紫阳去四川工作, 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 接到新的任命以后, 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 不带家眷支身赴任。 他刚到成都, 邓小平就第三次失事。 反计右倾方案封开始了, 如果晚半个月, 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手。 在1975年去四川赴任之前, 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 邓小平对赵紫阳说, 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 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奇允 进行了同样谈话的内容。 在反击右倾方案封中, 贾奇允顶不住压力, 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 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 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 农民起来造反, 地主逃离家园, 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 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报复。 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 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 向造反派施加报复。 四人帮找赵紫阳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 赵紫阳掩盖过去了。 相比之下, 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 赵紫阳在四川干了五年, 他在制暑五年中, 针对多年左的政策对农业的破坏, 对农业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方针, 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 取得了显著成绩, 粮食产量提高了, 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 但是在政治上, 他还是很小心的, 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第三次打倒, 他都跟着潮流过来了。 例如, 1976年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下台时, 四川省委和其他省一样, 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 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 1977年7月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第三天, 成都就召开了30万人大会, 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唯一的。 办理在安徽搞包产盗户, 赵紫阳没有像贵州的池碧青 和辽宁的任仲仪那样跟得快, 而是派清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刘宗棠 去安徽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才开始行动。 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的决定, 批准邦东兴、姬登奎、吴德、 陈希莲四人的辞职请求, 免除或者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设立中央书记处 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 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 王任仲、方毅、古牧、 宋忍琼、姚依林等十一人为书记。 此时, 华国锋在政治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 1980年8月18日到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 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 要加强集体领导。 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 华国锋不兼任总理, 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 当然, 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 8月30日,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 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1980年11月10日到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 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 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 短暂的华国锋过渡时期从此结束。 会议指出,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 是有功劳的, 应该肯定, 但是对此功绩要做分析, 不应该把功劳只归个人。 会议认为, 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事, 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 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 对解放党内的大批老干部, 平反历史上的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 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愿。 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 对1977年、1978年两年的经济工作中的冒进 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 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任的职务是不适宜的。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 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 在六中全会以前, 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 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 但在老百姓当中也有不同的反应。 在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公共汽车站, 一位后车的妇女说, 她是一个老实人。 欢迎继续收听第五章 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